155 太陽報 港十四隻基金新北上銷售 2015年7月4日財經 B01中港基金會應正式啟動首兩日 本港八間基金公司共有十四份會應基金申請北上 內地六間基金公司站有十一份基金申請南下洩水 中證監主席助理張玉君透露 內地財稅部門正持緊研究基金會應相關稅收的具體細節 既盡快公布 研究擴大會應範圍證監會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梁鳳兒認為 兩地基金會應申請反應合理 現時每間機構申請一至兩隻會應基金 反映內地基金有以來港市水 本港基金亦需考慮內地市場為納及市場接受程度 基金會應會採先而效難做法 現時已聽到業界下一步對擴大產品範圍意見 張與中證監在開會研究 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表示 中港基金會應促進兩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 長遠相信兩地推廣一個更融合的資本市場 但目前兩地基金市場仍需時建立 張玉均則提到 較早前中證監與國企代表與本地金融業界 包括尼程、00005增止、000011等銀行從業員展開座談會 為監管工作交流 中證監未來繼續擴大基金會應範圍及層面 並繼續優化共同監管框架 包括更加信息披露、打擊市場操縱等 證監會投資產品部高級總監蔡鳳爾亦指 近期與業界交流多時 業界對基金會應細節提出不少問題 作茂寧或投資管理 香港、亞太區投資總監馬浩德直指 兩地基金會應最大困難在於操作 因要保障投資者權益 選擇 解集中 TODC 組織 成為 集中 編集中 研究 研究